这是一个充满惊喜的盲盒房间 墙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按钮 按下其中一个 就会随机弹出一样东西 如果一直按着同一个按钮 那么恭喜你 蘑菇头是房间里的唯一生物 已经被困在这里十年了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控制逃生门的按钮 他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按墙上的按钮 他随便按了一个 嗯毫无用处 又按了无数次 派不上用场 不知过了多久 此时他已身心疲惫 随手把气球扔出去 结果蹦出了一盘寿司 可吃寿司没蘸料 没有灵魂等于白吃 他就多按几个不同按钮 试图开出酱油的盲盒 可无一例外 全是寿司 那就这么吃吧没办法了 谁知等他吃饱后再按一下 求而不得的酱料出现了 蘑菇头吃饱喝足躺下休息会 随手按下眼前的开关 弹出了一个3D眼镜 他戴上后 眼前竟出现了一个小孩 不断指着底下的按钮 蘑菇头兴奋不已 认定那个就是神秘门的开关 他不假思索按下 顿时整个房间变暗了 身后还出现了倒计时 随着墙上的按钮慢慢消失 而一个硕大无比的屁 缓缓下降 蘑菇头已经被困一周 此时漫画也看完了5集 他想看第6本 却接连按出了第7 第8 第9集 就是没有第6集 简直气死个人 但很快 他在寻找过程中 无意按下的按钮 竟意外发现了神秘门 男人一觉睡醒 发现自己被困在满是盲盒开关的房间里 他必须在几千个按钮中 找出神秘门开关才能出去 否则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连续尝试了好几天后 他随手一按 神秘门竟然出现了 他惊喜地赶紧跑过去 但按钮弹上来 门又被关上了 他回去再按一次 加速冲过去 可还是晚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第三次他采用助跑姿势准备冲刺 可还是慢了 多次尝试无果 他不准备死磕速度了 决定利用工具来完成 气运丹田马步扎稳 挥下苍蝇拍摁住 可还是白费力气 一臂远的距离并不能干什么 第五次找来一个跳绳 能毫无用处 又找来小推车 但还是不行 于是他终于想到用重物来压住 这次搬来花瓶应该可以了吧 可花瓶重量不够 他灵机一动 只要在瓶里装满水 再压住开关这总可以了吧 很好就这么干 他找到水流开关 可这玩意根本就不通人性 只认准了他的天灵盖 水不管用寿司总可以吧 只要能装满管他是什么 于是他就疯狂的 能装得有点多了扳不动 想用手掏出来点 但瓶口太小 根本伸不进去 好在还有筷子 他一个一个的挑出来 好不容易能扳动了 却忘了是哪个按钮 随便按一个吧 结果跑出来一个黑人 一脚踢碎了花瓶 蘑菇头心太崩了 气得原地爆炸 不管不顾的就把饭团往按钮上壶 谁知门居然能开 但下一秒 他又找来胶带粘在上面 这次是真的行了 他转头就跑 可随即 接着他找来铁皮鸭在上面 多次失败的打击 导致他离神经病止差一步 几天后 他开出了一条绳子 这玩意的出现 让蘑菇头重新燃起了痘痣 有了他 这下肯定能出去 男人被困在一个神秘密室里 四面墙上有几千个按钮 但只有一个能打开逃生门 如果找不到这个按钮 他将被困在这里一辈子 不过蘑菇头还是幸运地 花了905天 总算找到了正确的按钮 可谁知开关始终维持不到三秒 距离门口永远只差那么一点点 此时蘑菇头随手摁下开关 房子中央出现了一条绳索 他打算利用绳子挡到门口 这次是成功了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门被锁住 没有钥匙打不开 趁着门还没关 他只能赶紧跑出去 气得一脚踹在墙上发泄怒火 结果却出现了一把钥匙 真是瞌睡了就送枕头来 他刚想上前抓住 钥匙却消失了 返回墙上却忘记是哪个按钮 他凭着记忆随便按了一个 他再来 终于这次对了 案件有效的时间依旧很短 于是他故技重施 想用绳子挡鞦韆过去 可距离还差那么点 根本够不着 直到他看到眼前的马桶踹子 钥匙到手 这次终于能出去了 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他抬头一看 握靠密码锁 蘑菇头当场崩溃 忙活了半天居然还是死路 这时他意外碰到一个按钮 黑人跑出来了 两人无语对视好一阵 他就离开了 蘑菇头回过神来 密码竟然就在黑人后脑勺上 于是他往返三次 终于打开了锁 可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神秘门被关上 留给他的空间不足以把门打开 蘑菇头就这么干大地被掐住 想走出不去 进去也不是 里外不是人 他开始怀念起了在盲盒房里 每天都能开出不一样的玩意 就算出不去 好歹还能消遣开心一下 这下完了 彻底凉凉 就在蘑菇头准备放弃了时 他灵机一动 转变一下思路 门就这么被打开了 他头也不回地拼命往前跑 直到他冲进了另一个 一模一样的房间 好了故事到此结束 如果是你被困在这个房间 是想办法逃出去 还是一直待在这里呢